大家好,我是瓦埃及500周夜预测 今天是10月6号 今天我们要来预测下黄金 世界的黄金 这段时间黄金跌的比较多 所以有人提议让我预测下黄金 这是昨天摇的挂 这个是预测的期货黄金 是纽约的康埃克斯的期货黄金 昨天测的时候是1837美元 1837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今后的一段时间 它是上涨还是下跌 赵家将进一步做空黄金 行业内部的不良信息 也将会是长时间的存在 也会导致价格处于低落的阶段 可以这么去理解 在今后的一两个月 它的黄金价格 依然是处在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什么时候会有上涨呢 在两个月后的12月份 说外部的有利因素可能会导致有一波 也许可能是一过性的 在12月份 有一波价格波动 上涨 上涨30到50 上涨30元到50元 所以建议大家 现在的黄金价格 是处于比较低的时候 就这个期货黄金 纽约的这个期货黄金的价格 是处于比较低的价格 建议大家不妨多关注 可以适当的进货 它的价格 在12月份左右 会有一个上涨的 一个点 欢迎大家 多关注 建仓 祝大家发财 有机会 在今年有那么个机会 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货